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俱乐部已经拖欠超过200名运动员多达7000万欧元工资 刚刚升入西甲的巴列卡诺俱乐部已经欠薪11个月 虽然有一个球员工资保障基金 但这个基金只能支付2000万欧元 这一差距实在太大 因此在谈判中欠薪的老板要求球员多想想整个西班牙目前的高失业率 要求大家勒紧裤腰带一起过苦日子 因而谈判当然会破裂 看来西甲停摆源于西班牙足球经济状况的衰退 今年并非体育大年 没有重量级的世界杯奥运会 但整个夏天体坛停摆